娱乐周到无须客套 而演唱这首歌的叶倩文也因此被封神拿奖拿到手软 一年后他再次登上十大竞歌金曲的颁奖舞台 在一片快门声和闪光灯下 他面对媒体镜头向师父林子祥高调示爱 有人说叶倩文的一生就如同那首歌中唱的一般潇洒不羁 殊不知那场轰动娱乐圈的失声恋却成了他被迫淡出的转折点 从此背负小三骂名 事业一落千丈 一生无儿无女 时隔近三十年 美人耻目容颜不在 昔日歌谈天后早已没了曾经的光环 已然迈入花甲的叶倩文 回想往事是否也曾感慨惋惜 如今的他是否过上了自己想要的人生 出生于台湾的叶倩文 可以说从小几万千宠爱于一身 外公是当地的立法委员 因此整个家族在政界也颇有地位 父母则从事小本生意 更是把他这个独生女当作掌上明珠般呵护 为了让女儿得到更好的教育 在叶倩文四岁时一家三口移民加拿大 19岁那年叶倩文回台湾探亲时 由于气质独特在街头被星探发现 就这样他拍摄了人生中的第一支广告 广告中他相眼如花一袭白衣 用不算标准的普通话说出那句味全鲜果汁 俘获了一大波观众的心 也成功引起了元大集团大少爷马永林的注意 那时一根火柴的导演刘莉莉正为了林青霞排不出档架而苦恼 身为投资人兼男主的马永林恰好被那则果汁广告深深吸引 便向导演强烈推荐叶倩文 幸运的叶倩文首次触电便当上了女主角 那段时间马永林几乎成了她的专属司机 叶倩文便坐在她的副驾上哼唱着各种歌曲 听着叶倩文的听来 马永林越发喜欢 当即把她推荐给为奇遇写过橄榄树的资深音乐人李太祥 就这样叶倩文又演唱了一根火柴的同名主题曲 有了影视和歌唱作品算是一只脚踏入了娱乐圈 加上她天生独特的声线 很快叶倩文就和李太祥再次合作 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春天的浮雕 由于叶倩文从小在国外长大 不会读写中文 马永林便耐心地帮她标出每一个字的读音 能让从小养尊处优的大少爷做出这种事 可见叶倩文在她心里有多重要 然而事与愿违 在叶倩文初入乐坛 还没成为真正的歌后时 等待她的却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1981年混血男神费祥从美国回到台湾发展 老九龄的身高 深邃的五官 蓝色的眼睛 那时的费祥绝对是人群里 一眼就让人记住的大帅哥 不久后她便被财女张爱佳发掘 和叶倩文搭档出演了台式单元剧《十一个女人》 或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安排 身材高大的费祥和身高1米73的叶倩文成了绝佳搭档 两人年龄相仿 又有着相似的海外生活经验 还经常一起同台演出 不知不觉中 关系突飞猛进 很快便发展成了恋人 叶倩文原本不想这么快公开 没想到费祥却头脑发热 不顾一切地宣示主权 叶倩文是我的 我会永远爱她 但这份爱情得到的不是祝福 有人质疑 俩人的恋情能不能走到最后 有人开始炮轰 叶倩文根本配不上费祥 连费祥的母亲都不看好他们 只要费祥和叶倩文出去 就会非常不满 甚至公开喊话 林青霞才是我儿媳妇 这段开始的轰轰烈烈的爱情 维持了一个月便戛然而止 在这之后 叶倩文独自来到香港闯荡 可叶倩文连粤语都不会说 根本没有唱片公司愿意用它 恰好 马永玲由于拍摄 《我是一片云》和《穷要闹江》 也来到香港发展 还开了一家电影公司 本就对叶倩文有好感的马永玲 得知她的窘迫 立马站出来打算 救她于水深火热之中 没想到叶倩文早就看透了 马永玲对自己的心意 无奈自己只当她是好友 只能委婉拒绝 既然如此 马永玲只好把她介绍给 华纳唱片公司香港区总经理吴正元 叶倩文的歌声本就独特 加上在国外长大 练就的爽朗大访 一见面就让吴正元喜欢得不得了 当即和她签约 彼时吴正元已经结婚 老公就是被誉为铁肺歌王的林子祥 两人育有一儿一女 对吴正元来说 叶倩文不仅是她签下的艺人 更是把她当成闺蜜 于是经常把她带到家里 还让自己老公做她的老师 性格讨喜的叶倩文 不仅赢得夫妻俩的欢心 连两个孩子都对她颇有好感 谁能想到不久后的将来 三人的关系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甚至轰动香港娱乐圈 1983年 为了捧红新人叶倩文 吴正元必让她和林子祥 合作演唱重逢 从那以后 林子祥变成了她的老师 不只是给她写歌 还要一字一句地教粤语 可以说是吴正元和林子祥 陪她走过了事业的低谷期 1984年 叶倩文发布了首张粤语专辑 叶倩文 其中的歌曲 临时时分 入选了年度十大金曲奖 这也让叶倩文在香港乐坛出路头角 这一年 她还出演了《上海之夜》 和《铁板烧》两部电影 终于叶倩文的事业开始步入正轨 可前方等待她的 却并不是一路开挂 那时香港娱乐圈 成了被黑社会设立控制的群体 当红演员被胁迫拍戏 成了常态 刘德华 两家辉 李连杰等人 都曾深受其害 但面对这样的威胁 性格刚强的叶倩文 却从未想过屈服 黑社会找到她 拍着桌子 威胁她同时拍几个戏 她干脆正面刚 我不压戏 要么杀了我 没想到最后这些黑社会大哥 竟然妥协了 也不再逼着她去拍戏 不知是过于天真 还是真的大胆 对于在片场监控的黑社会们 叶倩文却从来不觉得可怕 甚至还会主动和他们打招呼 要他们来陪自己玩 1986年 叶倩文和林青霞钟楚红搭档 拍摄徐克导演的《刀马蛋》 她也凭此拿下 第六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女主角提名 把她推向了事业的高峰 1988年 林子祥为她量身打造了一首祝福 凭借这首歌 叶倩文打败梅艳芳 一举斩获三大金曲奖 也因此奠定了在歌坛上的地位 而此时 叶倩文、吴正元、林子祥三人的关系 仍然和谐融洽 一切仿佛还如最初那般美好 从1990年开始 叶倩文连续四年 获得十大金歌金曲最受欢迎 《女歌星奖》 1991年一首《潇洒走一回》更是推波助澜 让她红遍华语歌坛 也成了一代人的共同回忆 1992年 叶倩文在颁奖典礼上难掩激动 向林子祥深情告白 一句我还是那么爱你 让原本单纯的师生关系 开始有了微妙变化 同年 叶倩文和林子祥一起唱红情歌选择 不只是当时 即便时至今日 这首经典老歌仍然位列KTV必点曲目 也是从这一年开始 林子祥和叶倩文的绯闻开始不断传出 媒体故意带节奏 吃瓜群众纷纷猜测 把这事闹得满城风雨 人尽皆知 实际上 林子祥和吴正元的婚姻早就名存实亡 当年两人奉子成婚 婚后生活本就不胜理想 用吴正元的原话来说就是 我当年确实是因为有了孩子才结婚 而林子祥一直觉得是我逼他结婚 然而林子祥毕竟是有妇之夫 他的行为确实错误 此后勾引有妇之夫 插足闺蜜婚姻 纠占雀巢的骂名从未停止 或不担行的是 从1993年开始 叶建文的事业也走起下坡路 那时正值乐坛人才辈出 王妃郑秀文等新生力量 如同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 即使他的女人的弱点 仍然入围十大竞歌金曲奖 但名气人气早已不如往日 各大颁奖典礼成了后浪们的主场 叶建文根本来不及做思想准备 属于他的时代 便已在潜移默化中成为过去式 1995年已经分居七年的林子祥和吴正元正式离婚 在林子祥恢复单身的第二年 也就是1997年 相差14岁的两人在加拿大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正式步入婚姻殿堂 在一片中意之中两人干脆远赴异国 而一直把事业放在首位的叶建文 也终于为了爱情选择淡出娱乐圈 后来林子祥为叶建文写下愿意这首歌 以祝愿两人可以天长地久 可好景不长 两人过了几年让人羡慕的恩爱生活 便开始频频报道婚变消息 2002年 叶建文宣布重回歌坛 并推出新专辑《你听到》 同年他凭借歌曲《伤势》再次斩获十大竞歌金曲奖 就在众人感叹歌后饱到未老之际 却传出了叶建文抛弃林子祥 与羽毛球教练统居的绯闻 那边林子祥也没闲着 2003年 他成为首位获得Cash音乐成就大奖的唱作人 同年在汪明泉的演唱会上 作为嘉宾的林子祥与他当众上演世纪之吻 2007年在拍摄《女人本色》时 林子祥又和梁永齐传出花边新闻 销声匿迹多年的吴正元突然站出来为自己发声 在采访中细数叶建文的七宗罪 说他处心积虑抢老公抢孩子 叶建文他很没有安全感 在美国非要住在我的隔壁 房子还要比我的大 我喜欢什么他也要学 他还在别人面前说很喜欢我的小孩 我觉得很恐怖 很怕他抢走我的孩子 这段话说出来 让众人对叶建文的负面不断放大 也让他再次成为流言蜚语攻击的对象 引了这么一出叶建文的黑料被扒得体无完肤 他和林子祥婚变的消息时不时被挂上头条 而在这期间 林子祥和各路女性的桃色新闻也从未中断 2019年 林子祥在香港红馆开演唱会 身为妻子的叶建文空降现场为他助阵 夫妻俩在舞台上边唱边跳感情如初 羡煞旁人 一时间铺天盖地的谣言不攻自破 回首往事 叶建文的一生并不像大众所看到的那般幸运潇洒 他也有过苦闷失落 他也曾顶着痛苦压力前行 不管是对于事业生活还是爱情 大概是性格使然 本就乐观开朗的叶建文 在这些面前从未想过退缩 如今已经步入六十的他 虽然白了头发 但笑容却灿烂如初 虽然皱纹明显 却让人挡不住从内而外散发的天后气场 或许有人会认为 他的人生本该更好 但对于叶建文本人来说 当下已经是最佳选择 无关过去 无关未来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